北冰洋是地球上最北的海洋 位于北极圈内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洋之一 它环绕着北极地区的大陆架 包括北美洲主要是加拿大、美国和格陵兰岛 欧亚大陆的北部以及俄罗斯的西北部 北冰洋的水域范围广阔横跨了多个国家和地区 其特征是冰冻覆盖的大部分时间 尤其是在冬季大部分海域都被冰层覆盖 夏季冰层退化 但北冰洋仍然是一个寒冷而恶劣的环境 北冰洋对地球的气候和生态系统有重要影响 它是全球海洋循环系统的一部分 透过海洋运输热量对地球气候起到调节作用 此外,北冰洋是重要的生物多样性热点 支持众多海洋生物的生存与繁衍 包括海豹、北极熊、北极虎等 然而,近年来 由于气候暖化导致的北极冰层融化加剧 北冰洋面临严重的挑战 冰层的减少不仅影响了海洋生物的栖息地 也对全球气候系统产生了影响 导致海平面上升、气温变化等问题 因此,保护北冰洋的生态环境减缓气候变化 是当今国际社会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 北冰洋中一些常见的鱼类 雪鱼、Card 雪鱼是北冰洋中最知名的鱼类之一 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 它们通常栖息在海底附近的冷水区域 是鱼业资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笔木鱼、Hellibet 笔木鱼是北冰洋中的大型扁平鱼类 也是渔业资源的重要来源之一 它们通常生活在沿海海域和大陆甲边缘的底气环境 鲑鱼、Simon 鲑鱼是北冰洋中的迁徙鱼类 它们在海洋和淡水之间进行周期性的迁徙 在北冰洋中 鲑鱼在淡水中产卵 然后幼鱼在海洋中长大 鲨鱼、Sarks 北冰洋中也有一些鲨鱼种类 如大白鲨等 它们通常生活在较深的海域 是海洋食物链中的顶级掠食者之一 多种小型鱼类 北冰洋还有许多小型鱼类 如鲑鱼、鳖鱼、鳖鱼等 它们通常是其他海洋生物的食物来源 这些鱼类对北冰洋的生态系统起着重要的作用 它们不仅是食物链中的一部分 也是渔业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当地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北冰洋周围地区虽然寒冷荒凉 但仍有一些居民居住在附近的岛屿或沿海地区 以及在北极地区的若干城市和定居点中生活 格陵兰岛Grenland 格陵兰岛是北冰洋最大的岛屿 属于丹麦王国拥有一定数量的居民 虽然北部气候极端 但南部沿海地区有些城镇和村庄 主要集中在岛的西海岸 加拿大北部 加拿大北部地区也有一些居民居住在北极圈以南的地区 如努纳伍特地区Nunavut等 这些地区的居民主要是因纽特人Innot和其他原住民族 他们透过传统的捕鱼狩猎和渔猎方式生活 挪威北部 挪威北部的一些沿海地区也有居民居住 如特罗姆斯县Trump's和芬马克县Finmark等 这些地区的居民主要从事渔业、畜牧业和旅游业 俄罗斯北部 俄罗斯北部的一些地区也有居民定居 如摩尔曼斯克州 Mermansk Oblast和阿尔汉戈尔斯克州 Archandrosk Oblast等 这些地区的居民主要从事渔业、矿业和能源产业 尽管北冰洋地区的气候条件恶劣 但一些居民仍选择在这里居住 他们透过适应和利用当地资源 过着与大陆地区不同但独特的生活方式